請到台上站到我後面 大家可能有一些聽聞者們 不知道我們要多少的指示 案子的指示 今天你大概知道 我們另外兩位指示到 桌下去幫忙發聲看 我們等一下會上來 我們實現的我們請胡錦森 請我們讀一段時間 哈嚕 《使徒行傳》第六章一到四節 那時門徒增多 由說西里尼話的猶太人 向西伯拉人發怨言 因為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父 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 我們偏向上帝的道去管理飯食 語言是不合一的 所以弟兄們 當從你們中間 選出七個友好名聲 被聖靈充滿 智慧充足的人 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 傳道為事 龍馬書十二章一到八節 所以弟兄們 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 將升起獻上 當作活祭 是聖節的 是上帝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教你們查驗何為上帝的善良 成全和契約的旨意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 對你們個人說 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要照著上帝所分給個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何乎中道 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 有好些肢體 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數 我們這許多人 在基督裡成為醫生 互相聯絡做肢體 也是如此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 或說預言 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說預言 或說直視 就當專一直視 或做教導的 就當專一教導 或做勸話的 就當專一勸話 施捨的 就當誠實 治理的 就當殷勤 年齡人的 就當甘心 圓圓福音十五章 一至五節 耶稣 耶稣說 我是真葡萄樹 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接果子的枝子 他就撿去 凡接果子的 他就修理乾淨 使枝子接果子更多 現在 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 已經乾淨了 你們要藏在我裡面 我也藏在你們裡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樹上 自己就不能接果子 你們若不藏在我裡面 也是這樣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 藏在我裡面的 我也藏在他裡面 這人就多接果子 因為離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約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節 耶稣說 若有人服侍我 就當跟從我 我在那裡 服侍我的人 也要在那裡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知道教育設立貴人的職份 也是一個建立基督律的真體 幫助弟兄姐妹一起增長 以示朝 您文理 吳仲平 我們現在蒙昭做教育的實事 因為要尊重這個職位 這個職份 表明這個職份 跟教育的關係很重要 今天我要在上帝面前問你們 你們願意依賴上帝的大能 忠心擔負這個實事的責任嗎 有的願意就是說 我願意願上帝幫助你 我願意願上帝幫助你 你們願意按照本教會的 章誠 敬你們的決論 而且在言語行為上 做會中的好榜樣嗎 有的願意就是說 我願意願上帝幫助你 我願意願上帝幫助你 你們願意依賴上帝的大能 擔負這個責任 我現在就奉聖父 聖子 聖人的名 受於你們這個持續的職份 更祈祷到2021年的年底 願意願意依賴上帝的恩典 我受你們的幫助 能夠遵守你們今天所應許的話 用心忍耐 敬你們的職責 你們要記得 凡有愛心 行在小弟兄身上的事 就行在主耶穌自己的身上 有一天你們要站在天父上帝的面前 又得到天父的賞志 各位我們弟兄姐妹 你們看見這三位弟兄姐妹 已經按照我的規矩 領受了持續的質問 他們願意在福音上為主效力 在這個教會當中做重點的苦人 你們應該按照主的吩咐 按照主的教導 尊重他們 常常為他們禱告 讓他們在你們中間的服飾 對教育有益助 能夠好上帝的喜悅 也讓丁姐妹的幫助 我們一同禱告 所以我們今天很高興 有幾位丁姐妹盟裡的簡選 他們對丁姐妹推選 能夠擔負這個姿勢的職位 主啊 我們承認我們都是軟弱的 我們知道他們的軟弱的地方 但求主你的恩典福 祝你自己保守他們的心懷一點 讓他們在這世文當中 有喜樂 有平安 有學習 有成長 主也教導我們 懂得怎麼尊重他們 愛護他們 然後與他們一起 互相合持 在這裏面一同掌勁 我們恭敬仰望主 報告奉靠耶穌基督 阿們 阿們 現在 請你掌勞 聖誠的聖誠 聖誠的聖誠 聖誠 麻煩 我們非常好